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又回到這裡 經過了那麼多旅行 我還是想念你 我試著尋找你 最近終於 有些人記得你 長長的飛影 想念你 想念你 我又回到這裡 經過了那麼多旅行 我還是想念你 我又回到這裡 往後前進的旅行 會不會碰到你 時間都會過去 但也會老去 我多想遇見你 來看一下 而且聽說你看 它把那個字一個字 是一個字一個字 這樣慢慢的刻出來 製作章唱片已經花了很多錢 沒想到宣傳更花錢 真的 來 哈記跟家家你們的左手邊先看一下 四位先看一下 右手邊 這個真的是不錯 回家掛在門上面 這個經典就感覺驚喜 不是這個傢伙不是 不是這個傢伙 不是這個傢伙 傢伙不是 就是你希望他怎樣 說你剛剛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怎麼樣一點 他都可以 它這個純一樣 碰到不一樣 就變成不一樣的形狀 沒錯 因為這首歌真的很難唱 對 但是家家一進錄音室 就這樣 輕輕鬆鬆就唱 所以那個時候就一直想說 欸 這麼輕鬆呢 是不是可以再多一點 多磨一點 對 就是這樣 你可以再 你知道 你就是一個變態 對 真的假的 你要唱到 就是有時候感覺就是 有一些表情有 憤怒 有點心理變態 有的時候又覺得 啊很好玩 想把它埋起來 下一張的時候 拿來試試看 真的嗎 所以有時候真的就是 旁觀者情 就是那個時候是你的紀錄 你可能覺得很不好意思很害羞 但是當別人聽的時候 那個對他來講 是符合他自己的生命故事的 所以希望大家聽家家這張專輯的時候 都能夠找到自己的故事 韓桿有人彈這樣子 沒有啊 不要問音樂 問音樂一定會正經 是嗎 不要彈音樂者一個五四三 喔這樣子 威林愛 你今年尾牙接的幾場 哈哈哈哈 抱歉姐 喔是 可以 可以再更多 喔可以再更多 所以他看到一個變態的時候 他說 其實你可以再變態一點 喔 就是像極致的變態這樣 然後我在裡面 我就心裡就覺得 嗯 到底 到底 到底你是有什麼變態 所以你想一下你的變態 到底是 是怎麼樣子變態 對 因為其實這首歌 大家都聽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我在寫的時候 就是特地替家家量身訂做 因為我想說 我沒有聽過家家的 這一個樣子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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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